天天话题才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您好 爱妮您好 黄女士我们知道说在前一段时间 盖茨离婚确实让很多人对夫妻双方的财产产生了一个注视 我想今天请您和我们来谈一谈 美国夫妻的财产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这个题目真的是非常热的一个题目 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前一段时间 先是阿玛掌贝索斯离婚 然后接着现在又是盖茨来离婚 好像特别有钱的人都要走这样一段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看到 离婚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许许多多的普通的家庭都可能发生离婚的情况 最近我开了一个玩笑 就是我几乎成了婚姻专家了 很多客人或者说很多朋友 或者是说相识的一些人 都有家庭都有那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离婚率 不管是亚洲地区还是美国 其实是都是偏高的 那当然每天你还是看到很多新人 在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 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来了解一下 到底美国的这个婚姻法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都知道呢 美国实际上它是各个州的法律 也就是说不像中国有一部真正的婚姻法在那个地方 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那美国的绝大部分的州呢 绝大部分的州一共50个州 那50个州当中有40个州呢 实际上都是用普通法系的 就是用Common Law来决定这个夫妻之间的 这样一个财产的 那美国在50个州里面呢 有9个州是Community Property 也就是夫妻共有制的这样一个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加州好了 如果是在夫妻共有制的在一个州的话 那么婚后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之间 50 50平等的平均的 所以你在哪个州就决定了 如果要离婚的话 财产在分割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法律是不一样的 那美国这9个州呢 我不完全记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亚利桑那州 加州 爱荷华州 这个爱德沃 还有路易斯安娜州 还有内华达州 新墨西哥州 德州 华盛顿州 威斯康辛州 这9个州呢 都是属于Community Property的州 也就是夫妻共有的这样一个州 有一个州是很奇特的州 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是夫妻双方去商量 如果两个都同意 那么可以用夫妻共有 这样一个制度来决定他们的财产 所以这是在各个州的法律 决定了财产的分配将来该怎么样 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在哪个州 你的所有的财产将来在 如果是离婚 我们当然不希望离婚 或者是有一方去世的时候 这些财产应该怎么样来区分 当然就是有些财产 即便是在这个夫妻公有的这样一些州 比如说加州 内华达州 或者是华盛顿州 实际上有些财产呢 还是可以做得到进行Separate 也就是分开 比如说你是从在婚前 你从你的父母那边继承来的一些财产 或者是其他人争议给你的财产 那你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所有的这些Separate 也就是分立的这些财产呢 你一定要专款专用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爸爸妈妈 在这个他们赠与了我一些财产 那他们赠与我的是一栋房子 那么这栋房子将来你付地税也好 修理费也好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 你都要有一个专门的Account 来证明这些费用 是专门你爸爸妈妈给你的钱来支付的 包括地税 包括修房子的 所以在将来离婚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这种房子是我个人的 跟夫妻共有财产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夫妻共有财产的周呢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 就是有很多财产呢 你必须是你的spouse 或者说你的配偶是你的受益人 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会去 可能公司有401K的 这样一些退休规划的方案给的员工 所以你在填表的时候 他一定在加州 他必须要填你的老婆 或者是你的老公是受益人 如果你填其他人 我有碰到过这样的客人 他说我跟我先生关系不好 所以我的受益人 就要填我的妹妹 这个在加州是不行的 你要说明很多原因 才能够填你的spouse以外的人 作为你的受益人 所以很多财产都是共有的 这个共有制的一些州的话 像房地产最典型了 在加州因为是community property 所以那种房子 你可以在外面偷偷买 你买完了之后 不放你老婆的名字 你老婆仍然有一半的权利 更严重的是人寿保险 房子还比较容易分割清楚 那人寿保险更难 因为人寿保险有一个现象 就是太太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但是受益人放了太太家的爸爸妈妈 没有放先生 可是在加州 我们叫做community property state 那就说这份人寿保险的ownership 也就是说这份人寿保险的持有权 无论你放没放你先生 实际上他都是两个人持有的 50-50 所以你不能把受益人 就放到你的爸爸妈妈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都会引来将来 这个法庭的这样一些纠纷 也就是说有些差论机在里面 那真的希望跟你的先生没关系 可能我们要采取信托其他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咨询律师 会计师 财务顾问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夫妻财产公有的股票也是一样 包括现在币圈 为什么币圈有那么多问题呢 我们多次提到币圈 因为币圈呢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 连政府都追不到 那更何况是夫妻之间 在离婚的时候 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知道说 那好 那如果是夫妻 共有财产的这样一些州 那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 在婚前做一些婚前协议 Prenup 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要有这个婚前协议呢 第一是如果你太有钱 你这个就是一方比较有钱 一方呢 经济稍微差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为了避免将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纠纷 所以你可能要有个婚前的协议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夫妻之间年龄悬殊比较大 那我们也会建议要有一个婚前协议 还有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second marriage 就是第二次婚姻 而且不仅仅是第二次婚姻 还有第二次婚姻 双方各自带来的孩子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希望有这个婚前协议 可是人的心都可以理解 你一说要有婚前协议 他马上就觉得你已经不爱我了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 我碰到好多次 一让他要签这个婚前协议 这婚姻就结束了 就是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所以这种情况 那只是如果用婚前协议的话 那也不是一个办法 况且呢 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完全 用婚前协议来解决 比如说孩子的抚养的问题 你不能够说在婚前的时候 先大家就写好说 将来离婚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样 谁来抚养 这个是没有办法放到婚前协议的 所以婚前协议并不是能够完全地解决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是是 非常感谢黄女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特学理财顾问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其实刚才在休息之前 您大概是帮我们介绍了 夫妻双方财产是怎么样的 来做一个分割 或者是怎么样的财产 是算于共享的财产 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您的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去设一个信托 来做好这些 或者是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太有可能了 实际上我们在讲到刚才 就是关于这个夫妻之间的财产的分割 或者说管理的问题呢 我们有很多方法 当然刚才讲到婚前协议 可是婚前协议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办法 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 就是不能完全cover到 那实际上呢 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夫妻双方 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通过信托 来解决更完善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信托有很多类别的信托 那么有些信托呢 实际上在解决夫妻财产的时候 进行分割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不可更改 不可撤销的信托 对吧 那如果是不可更改 不可撤销 irrevocable trust 那这个trust 如果是持有了一份这个房地产 如果是有房地产 那你又能够证明这个房地产 是原来你的父母赠予给你的 然后在这个信托里面 你的资金也是就是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的这个付地税的 付这个修理的 管理的各式各样的费用 都是从这个信托里面来支付的 也就是一定要记住 要专款专用 那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 那种房子是我的父母赠予给我的 可是呢 你拿到了之后 你又拿你跟你老公一起 赚来的钱去付地税 那你又拿你跟你老公赚来的钱 一起去付这个修理费用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就把它搅和在一起 Camingo在一起 所以呢 离婚的时候完全有权利 来Claim这个房地产 这个房子是夫妻共有的 所以这是在整个这个管理过程当中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人寿保险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 也是一样完全可以用信托来解决 那么这些信托 既可以是可以更改的Living Trust 也可以是用不可更改的信托来完成 总而言之 就是要记住一句话 是要专款专用 要把它划分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其实呢 在谈到这个人寿保险的时候 最近好多这个客人或者朋友来咨询呢 都是咨询的是人寿保险这一块 或者是年金 或者是咨询一些投资 特别是股票投资方面 这个怎么分割呢 是非常的困难 那房地产其实说实在的还比较容易 那当然夫妻之间应该是要商量 来这个处理所有的财产 那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呢 是先生愿意放弃 那么这个人寿保险 他的所有权 他愿意放弃 他的这个 他是被保人 先生是被保人 那他愿意呢 把这个保单的ownership呢 直接转到太太的名下 所以这样一来 即便他们离婚了 那这个太太仍然持有一份 先生的人寿保险 那真的先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的话 那孩子还是一样的被保护的 我觉得像这样 大家相互商量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老公都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老公都是这样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如果离婚了 两个人如果离婚了 你的人寿保险的受益人 一定要确定 是不是你希望要的那一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已经离婚了 那原来的保单的受益人 是你的太太 那如果你不去改 那这个人去世了 我们刚刚有一张单子 就是这样 他去世了 所以他的第一受益人 是他的前老婆 前太太 那现任太太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说在法律上 我是现任太太 为什么保单 我不是受益人 我说这个要去问你老公 为什么没有改为你 所以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 这个夫妻的财产如何分配 是有一定的法律的流程 和这个规矩的 那一定要咨询你的律师 来弄清楚 这个在夫妻之间进行财产 分割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也发生过 什么样的情况呢 夫妻之间在这个保单上面 太太呢 是保单的持有人 先生呢 是被保人 那小孩呢 是受益人 那这样一来呢 还产生了这个争议税的问题 所以夫妻之间的财产的管理 要跟律师会计师密切的配合 我们一不小心呢 引来一堆的税务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 那到底是用信托来进行管理 还是应该用这个婚欠协议来管理 我们觉得各有利弊 可以多多地去咨询 看个人的这个情况了 是 另外欢迎说 我听说好像这个人寿保险 可以用来隔离这个个人资产 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人寿保险在婚姻财产上面 如果是在这个就是 common law 也就是普通法的州呢 是有办法一些 每个州的法律又不一样 我刚才讲了 美国50个州 50个州的法律不一样 特别是对人寿保险 里面的现金价值的保护 50个州是不一样的 那加州呢 对于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 就是creditor也好 如果是其他的债权人 要来动用里面的现金价值 是非常低的 大概只有9000多块钱 可是在佛罗里达州呢 只要是在人寿保险里面 creditor是不可以touch的 所以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 那我们认为呢 就是加州 如果是在加州的话 你希望最好的来保护 你的人寿保险 那你要放到信托里面去 而且是要放到不可更改 不可撤销 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里面 才可以 你放到leaving trust里面 因为leaving trust 仍然是你自己的 还是你的 报税仍然是同一个号码 所以不管是离婚也好 creditor也好 一样的可以动用到 人寿保险里面的现金价值 是是黄女士 我们这个剩下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请您和我们这个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说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 确实导致了 这个一大波的这个离婚潮 那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正在考虑离婚的这些朋友来讲 在这个资产规划方面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如果说一旦考虑说 我可能接下来要考虑离婚的话 这个资产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好的安排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疫情发生以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奇怪的现象就是说 有结婚的也有离婚的 因为疫情发生了 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以前的缺点都看不到 那在疫情发生了之后 两人天天对着一起 为很多小事情就会离婚 我有一个客人 离婚你知道是为了什么离婚吗 是为了剪头发 为了剪头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没办法出去剪 这个所有的理发店都不开 那么这个先生呢 希望这个太太呢帮他剪 可是这个太太呢怎么样都不愿意帮他剪 所以就为了这个事情 这两个人现在真的离婚了 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当然我们也看到结婚的 因为在疫情发生以来 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所以相互之间的爱 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特别很多年轻人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时候 有一个爱你的人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能会更沮丧 那你更忧郁 所以要感谢在疫情的时候 有人陪伴你 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不管是结婚的 还是离婚的 都要知道怎么样来做好 你的资产的配置 不管你是要结婚还是离婚 那很多人跟我说 那样因为我要离婚 所以房子我也不买了 保险我也不买了 我说不对 房子你还是照买 那我们先规划好 是用你个人的名字买 还是用新托来买 还是夫妻两个人 自己一起的名字来买 那保险也是一样 无论离不离婚 你不能够因为你要离婚 你就不做保险了 我们现在来看 在疫情发生以来 最稳妥的投资 最稳妥的投资 那就是年金 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 加房地产 当然 你要有一点 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 股市也是可以考虑 基金也是可以考虑 币圈也是可以考虑 总而言之 你要把最多的钱 投在你家里面 最需要和最安全的地方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 黄女士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学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 财经专栏有 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美国澳西国澳иш 明镜三木 孔子澳西国澳 dina 美国澳西国澳 B 美国澳西国澳 element